平丽为民众日前到南庄乡露营 结果晚上不慎被蛇咬伤了右脚拇指 在家人跟营主陪同之下开车下山急救 但由于时间紧迫不熟悉路况 生怕延误就医 索性求助巡逻远警之后 14分钟就送达了医院 比原本预估的时间少了一半 那么对此专家表示 可以在营区喷洒蛇类 讨厌的薄荷还有肉桂精油 如果正面碰到了蛇类 也务必放轻音量还有动作 避免让蛇误以为是敌人 惨遭蛇吻 远警之行巡逻情务 发现后方车辆平安喇叭和闪大灯 最后却还横跃双黄线逆向超车后 接着急闪停路边 一名女子着急地朝警车狂奔 原来是有露营客人右脚拇指被蛇咬 因为当时晚上七点车流量大 对路况又不熟 就怕会延误就医 远警立即开启警示灯 民放警笛协助开刀 原本25分钟的路程 在警方协助下 14分钟就平安抵达医院 经过治疗没有大碍 近几年来国内露营活动盛行 夏季又来到昆虫蛇类出没频繁 野外求生老师强调 蛇类其实很害羞 如果不是察觉有被侵略的可能 不会主动攻击 除此之外 如果在营地条件许可下 也可以升级营火 蛇类对探烟味也相当排斥 都可以避免蛇类误入营区 这终结由你报道